再来带你关心美国国土安全部门3月3号的清晨首度对南加州20多家的华人月子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突击扫荡 范围涵盖了洛杉矶县 城县以及圣伯纳迪诺县 托森新闻也找到了位在罗兰钢被执法单位搜查的一个社区 请记者马丽婷来告诉我们 丽婷请说 是的 主播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人聚集的罗兰钢 而在这个社区 孔雀园 也就是今天早上联邦政府对华人月子中心进行大规模扫荡的目标之一 其实不止这里 警方还扫荡了包括洛杉矶的以南 The Irvine 以及洛杉矶以东的Rancho Kugamanga Diamond Bar 沃纳等地 而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住在这个社区的居民 他稍早目睹了警方搜查的过程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当时候好像就有十几个警察吧 然后穿着黑色衣服我就看到那个police 然后当时怎么那么多警察 然后就一走就走过去了 然后也没太留意 就是警车好像没太多 就警察很多 警车好像是就是只有一辆警车 其实在南加州华人经营的月子中心已经是石油耳闻 但是像今天这样由联邦单位所进行的调查 如此大规模调查了超过20家月子中心 是非常罕见的 而外国人来美国生小孩其实并没有犯法 这次调查的目标是月子中心的经营者 因为他们在进行这类工作的时候 有涉嫌伪造文书 伪造Visa 诈气的嫌疑 虽然警方目前没有逮捕任何人 但是他们已经进行了搜证 未来这些月子中心的经营者将有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现在把镜头交换给主播 我们首先推电工车猟... 节奏 我们下光 我们下光 我们下光